大家好 我是A番 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介绍NRF的废土系列里面的枪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样 废土系列跟江西系列一样 是NRF的一个有故事背景的玩具枪的系列 然后呢这个废土系列发射器就跟那个以绿色为主色调 是一个以黄色为主色调的系列 而且呢它枪的造型都比较复古 有那个黄金科幻的味道 今天要介绍的是这把佐伦散弹枪 为什么要叫它佐伦散弹枪呢 其实我说英文名字国内的朋友又不知道 淘宝上面也没有它的中文名字翻译 所以我随便叫它佐伦散弹枪好了 然后跟之前介绍那一把大佐伦散弹枪一样 就是黄色的主色调就是这个废土系列的主色调 我想应该跟那个黄就是你如果玩又辐射系列的话 你也知道走出废土的时候 那废土就是一堆黄色天空也是黄色的 虽然最近辐射室里面天空变成蓝色了 然后这个一样的有一边的部件是透明的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 就是你那个子弹怎么发射啊 那个撞针如何拉动啊 大家都可以看在一起那处 就是呃 为什么叫它做佐伦散弹枪呢 因为造型就是一个散弹枪的造型这样 它连它的那个撞针怎么拉动也是跟散弹枪一样这样 对啊 但它会叫佐伦散弹枪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很清楚 这是一个佐伦散弹枪的结构 子弹就放在这里 然后 然后 呃 你拉动 你拉动撞针的时候呢 那子弹 左轮就是转轮就会转一下 然后 但就是这个枪呢 也跟之前那把大佐伦枪一样有同样的缺点 就是子弹放的位置前面的枪管太强 而它的那个动力呢 其实在那后面的气缸不是很 我觉得应该是气缸吧 我看的不是很大的样子 我拉动气缸的时候也没用什么力 可能就令到这个枪的威力其实也不是很高 而且前面的枪管消耗了不少威力 而且它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放子弹的转轮的位置 这里是枪管 那中途呢 有一个很长的空间是没有任何东西保护的 就是一个空空间 就是呃 感觉像 就这种枪就真的充满黄金科幻的味道了 那种方弹的感觉 完全展现出来 而且大家看这个枪前面 有六个口 这其实那六个口全部是没有什么人用的 就是 只能从前面 因为气缸就只有一个在后面 所以 不过就是这种宽弹的感觉给人就是一把黄金科幻味道的枪就是这样制造出来 呃 我们先把子弹加满 就跟之前的转轮枪 呃 说过大黄色转轮枪一样 这把转轮枪的转轮是不能 打开的 但是同样的转轮就在这里 你要自己慢慢把子弹塞进去 你塞不进的那个位置呢 你就要转一下转轮 然后再塞进去 就其实 呃 用起来 虽然也不怎么影响你加子弹 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空间 挖空了 他连枪管都帮你挖空了 所以你加子弹还是很方便的 就是觉得这样有点 就是 没有那个 精英线那种味道 不过你 我也说 他是以黄金科幻 呃 为参考的那个 枪械 所以 就是要这种宽弹 宽弹感 而且 我们就先试射一下这个枪吧 同样的大家 呃 在这个角度看呢 就可以看到那个机械的运作 我觉得应该能看到吧 我们的目标也继续像象征的军国主义的 舰队收场里面的 剑梁的雷小姐 就是 哦 对这把枪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战术龙骨的 所以也是可以装那个外挂描具 我们装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就把这个全息 瞄准一装上去吧 对 就是装上外挂描具以后 是不是挺有感觉啊 就是 呃 现在玩FPS游戏里面有的散弹枪 也可以装 外挂描具 所以没手 而且这把其实不是 散弹枪 只是把散弹枪 造型的 撞人枪 所以其实装描具也是必要的 起码也有一定的准确性 让我们开始了 不过也别说啊 这个威力射起来是比之前的吧 呃 大黄色转轮枪要威力强大一点 可能毕竟它 这个气缸的体积也是有的 所以打出来的威力还是挺好 不过呃 这个准确性呢 我试一下瞄准 从描具上瞄准那个雷小姐 然后看一下可不可以 这描具没电 就 如果瞄准的话呢 起码它左右两边还是不会偏的 呃 总的来说呢 这把的枪 就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 那以前也出过这个散弹枪造型的枪 我记得它是从 同时发两发子弹的 这个就发一发 不过你可以打6次 其实也不错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 就是从下面拉动 板击 就拉动那个弹簧的那些枪 就是说如果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这一把还是挺舒服的 但就是我觉得它缺点就是它 它没有之前那个黄色转弹枪 它不能用单手操作 就它不能玩双枪 就没那么帅气 不过而且子弹只有6颗 但这个造型真的挺帅的 就是一个左轮枪散弹枪的造型 而且同样黄金科幻的那种 复古的味道 拿来改装啊 还有做Cosplay道具 也是非常有趣的 挺不 还是只 而且这把枪的价格 比那把黄色大专人枪 是便宜很多的 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两把枪体积是非常接近 而且同样的作为一把废土线 像你只能在美国Target百货公司买到 任何在其他网站买到的 都是第三方买家 从Target百货公司买的 在卖给你的 这个他们挣的比较多 其实你没有必要 你可以直接在Target百货公司网站上买 就其实也非常值得买 因为价格这把枪价格真的不是很贵 就这样了 今天的节目到现在为止 欢迎大家收看